Hello, 各位故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日 今天没得给我们收市 但我们也只是一个收市节目 因为上周五, 美股跌了很多 而隔了这么久的时间 外边的氛围好像也不太好 今天早上看见美股的氛围 但到了这一刻, 都可以的 三大期货也正在升 看看今天会不会先高后低 或是怎样, 暂时未知 我自己手上也有一些纳资反向ETF 一直都没卖 其实两个也不太多, 两万股 我常常想买7536 为什么一直不沽呢? 其实它也反弹过, 然后这些时间也反弹过 又没走, 其实我们买, 像这个位置买 其实没什么利润, 但也不输 接着它就再打多个棍下来 这里就坐一坐, 吃了, 吃, 坐一坐 这里就看是否能吃到, 吃不到 没事吧 为什么它一直不沽呢? 就是觉得它很大机会是踢高再沽下来 所以多捱一两天 结果再赌下来, 赌心了 赚多了, 但其实没那么好 因为应该就要沽的 正常高了, 然后再买再高 是比较好的 但始终它隔东西 它就没说你画SKQQ那些那么爽 SKQQ就真的发生了一件惨案 我都不想说 那个人说, 估佑在这儿 很好, 估佑在这儿, 讲这件事 讲SKQQ当晚的走势 其实都贴得中了 因为我那个系统很麻烦的买 我夫人堂买, 你不用问我 我为什么不开股图不成 因为我以前不买美股 我只不过有些离岸户口 是做美金存款 做基金做这些东西 拿钱来炒一下 但是很麻烦 有时候会断 所以整天都懒得炒 谁知道它有多少钱 我说买的时候 44元左右 然后就转转转转 不过我说真心 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坐到这么低 就转转到去49元 这样是4-5元 买几千股也挺贵的 但是这些白后炮 就不多说了 但我看淡它的方向 其实一直都是 依然是这样的 而其实NQ 前两个星期都讲 讲它很大机会会跌到去 跌到去晚2点左右 这里才会有一个支持 我这里就没有币图 在我另外一个币 有时候看到我的白色 有时候看到我的黑色 有时候我会看到 有时候分两个 因为有时候画了很多线 很麻烦很难看 同时就两个一起用 所以就估计它会跌到12000点 而有两个走势会是这样的 如果去到12000点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一两天 一个星形的触身 然后隔一两天 它会反弹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很大的机会就是说 其实美股很多时候都会出现 它单日会转向 它打到很深 可能有一天 这一天或这一天 打到很深 就一声拉回上来 很急 做一个 in day的turnaround 然后我觉得 如果出现这个走势 可以博下好仓 不过我自己就不玩了 但是我觉得它有机会 出现一个走势 一天星星的走势 一天突然间 隔天好像这样 出了一支这样的下影线 然后拉上去 另外我要说一下 我这几天说话 可能也不是很厚恥伶俐 不过我向来也不是很厚恥伶俐 不过只会更加严重 因为好像有牙齿问题 所以它口中了 所以就好像含着一条舌头 来说话 希望大家忍受一下 而我认为 这件事有机会 看FOMC 会后声明 会有机会出现这些 可能未来再高一点 会不会做到12点就平 现在是12,334 12点附近就平 然后等 或是 趁FOMC 前一支两天 再打一口下去 然后在FOMC那天 就抽回上来 或是FOMC 前一天就抽回上来 开个位置 不知道 有可能会出现这些状态 但是未来是这几天的事 但是哪一天要做 是未来的 未来的一两天 或是过了FOMC的一天 之后才做 就不知道 这个我们就看着 但怎样也好 看大方向 它去到13,333点 再到13,333点 会有一个阻力 其实也接近补中 补中就大概 这个位置 也相似 也相似在一个阻力位 如果去到这里有一个阻力 其实它有机会 突破不了的话 它又会再跌 这个跌就会跌得更加深 可能就会跌到在五天线之下 又是继续去到五天线之下 现在也是在五天线之下 夹着加通道 夹着了 夹着了 在这里 一路的势 走下去 一路就夹着了 一路上落 一路上落 会不会一路继续下落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跌得比较多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如果不是 撞了20天线才看 希望可以在这里有一个拉回 我觉得拉回的可能性是60 再下来可能是40 不知道 因为你有可能出了一个比较英的结果 很英 但是不像 我觉得不像 外围比的感觉也不像 但是这些是不想不到的 纯粹是港股仔 大家谈谈 其实讲真心 这个状态 现在美股状态 是有点像 我们去年 2021年港股正在走那样 像不像 像 做几个顶 在那儿横行 然后再打下去 像不像 当然这些时间会有些不同 完全跟着 你走三个月 他就走三个月 横行一下 然后他就打下去 一层 然后就打下去一层 如果你以这样来计算的话 可以跌两三成 是不出气的 但是怎样也好 你问一下自己 不要问我 你觉得他会不会在这里 结束底下 然后再买上去 现在给你的经济感觉 现在给你觉得 每一间公司出来的业绩 它的前景 你在面临的问题 你觉得他会不会在这一口 买上去 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不会 第一件事是 不够便宜 大批资金不敢入 不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全部都是油脂 玩了短线 但是真的要重新据底 再做回一些这样的声浪 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认为是这样 而DJI 就是DAO 其实样子也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而且感觉 跌幅可能会跌得更加大 记得去年说过 我们要小心 二三月的时候 应该要轻仓应对 我说过很多次 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虽然看到 真的二三月是滚下来的 但是操作上也很老实 很认真地说 在二月的时候 都给它那个假升浪 或者反弹浪 就影响了 最后在二三月的时候 都未能做到轻仓 群友都很清楚知道这件事 但是在那段期间 我们都选择有一路这样的部分 加住 没有走完 没有砍去 但是在那里 都在下面分住再买 但是去到三月份的二三 有两三日 三十四 可能十四十五号 突然急插两天 急插两天 然后就开始 in day反弹 最记得代表就是6098 我设计23元买不到 in day反弹了十几只 反弹得很高 22元几的跌下去 接着我23元买不到 接着就好像抽上了 30元 我忘记了那个价格 总之那天开始做了一个转势 而最后虽然是这样做 就是分住 虽然也不算是怎么去输 但是有惊慌 有害怕的一刻 但是最后在高位那里 也算是有点微利 不算多 然后我们就捉它跌下来 现在就准备捉它上去 而其实再早点的时候 也分析了一件事 在去年... 应该是第三季的时候 就开始说 我们要小心Q2Q3 因为我认为业绩 也会不好 开始不好 经济也开始 又不能叫做转叉 就开始叫做放缓 只可以说 因为之前飙升得太厉害了 因为大家可能有 有疫情影响它 就变成一个虚火 然后慢慢回归平淡 回复回正常 从而就没办法 因为看到它升得那么厉害 然后通胀什么都加得很高 但是你看到它慢慢回复平淡 就是说放缓的时候 可能会令到 我经常说的一个语调 就是FAT加不到那么多颜色 然后收缩会慢慢减慢 最后就刺激 要刺激经济 它是否放水 是否减息我就不知道 这个就不肯定了 因为你可能加了那么多 如果加了很多 如果加了很多 突然之间减 其实对FAT来说 也不是很有面子 它不会这么做 反而它会慢慢 就是加息减慢 如果减慢 减慢到市场认为 它不会加得快的时候 就转移 但是这些时间 大概猜到年底到明年年头 或者年中 这个时间就比较阔 猜不到 一路看着它走 然后它又会再做好 其实看回美国的GDP 现在出了负数的看法 其实 现在大概的情况 上次出了一个公式 给大家看 就是说出口减少了 又跑贵了 自然就出一个负数 可能性高了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落差 那是否代表经济衰退 其实我的语调 也要再说一次 就是说 我说过 它出了这些负数是一个转折点 明白了 它最准备 可能会出现一个状态 但如果你能够救回 突然之间有一次 在拐弯那里 你救回它 可能它不会跌 或者是现场 但是它已经接近了 这是一个经济慢慢放缓的一个警号 它未必是衰退 我都说了 不是一定是衰退 是一个放缓的情况 其实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下 按道理 很多行业 其实它的业绩应该是维持 就是说 如果 现在不是说它减慢了 现在不是说衰退 现在不是说正常的情况下 这样出这些业绩应该是 比较持平的 不会说跌的比较多 或者做得没有预期那么好的比较多 虽然它不至于一定是高位 但是它就不会说是相当于相当 怎么说呢 相当差 或者比预期差 就不会出现这些状态 现在刚刚好就是 配合了就是 你出现一个 咦 出口又少了 接着那个入口 这个CPI 这些PPI都高了 而同时间你见到 经济又 因为它高了一轮 那些是走先的 然后你见到经济又 出来的业绩又好像又差一点 其实这是一个讯号 就是不会说 喂 我今天见到你这样 然后见到这条数 譬如PPI出到20% 那样 哇 明天我会立刻衰退 不会这样的 没有可能走到这样的经济 其实你说要衰退 其实也不容易 但是经济活动的增长放缓 我觉得就 相对来说是容易一点 而一个状态就像这样 而这些东西 其实是综合其他支票 就是你业绩不好 是否GDP Nominal的GDP 由Nominal上 它又是倒退 之后又会 有些可能 未来会有些 其他的就业数据反映 然后又再到PPI 又再到CPI 又再到PCE 一路减下来 就是你会见到这些数字 一路一路这样变 原来你发觉 其实一季之前 两季之前 它已经是有这个先销 现在我说的就是这一点 就不是说它现在 转回来 如果你硬硬去说它 不是转回来 或者硬硬去说它 不是衰退 那会有些误度 我认为这样会有些误度 但是 你说我现在肯定 它立刻衰退 也做不到 但是它是放缓 它的状态就是这样 放缓 会是代表什么 代表你要去 做相应的措施的时候 你就会多些考量 从而就没有那么勒手 这个就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去到 譬如刚才说的数据 一路出来都是说不好 然后就去刺激它 或者减慢收税机制 减慢它 这些东西 其实这整套都是一个系统 整套都是这样行的 现在你说 要压通胀 那你出招 如果通胀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导致 而是因为供应方的问题 这件事我们一年半前已经说过 它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说 你现在去做 去出招 去压它 去加息 说了大半年了 九个月你还没加的 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既然现在要做 那我怎么会预期你出手的时候 而不会影响到经济呢 是吧 肯定会影响到经济 因为它不是因为需求带动而贵了 那已经是令到我的经济百上加根了 即是我本身的实体经济已经有影响了 然后你再出招出来 去打压我的经济 令我不买东西 即是我生活不了 是这样一回事 这个我一直都强调 所以你说经济会被放缓 基本上是可以说 一定是预期会出现的 只是说时间的问题 但怎样都好 美股我不是专家 只是跟大家一样是散户 我自己评估的经济发展 其实前半年看就差不多了 下半场是不是这样呢 对不对呢 还未知 但是 到时候我们去观察 但是 我不觉得美股现在这个价值 是很容易引入大批资金进来买 炒反弹会有 你看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你都觉得不对劳 为什么会经常说 我都说 譬如 我早前出了一条片 讲四个重要的要素 就是你要看看 大市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 它究竟现在在跌下来 还是还是在升上去 现在你看整个经济环境 整个大局 整个状态 都不像是要买入去 还有很多什么 倒挂 什么倒挂 什么倒挂 整个数字 这些指标都不像 你很难说 你在这一刻我买什么 我立刻就弄上去 是吧 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们要先判断 如果我买美股 我就会这样判断 但港股又不同 港股 现在港股 刚才 早前 几个礼拜前 我没拿一些图 对比过 对比 其实样子好似2016年的 似2016年的 相当似的 他就这样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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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慢慢地抽上去 现在都像是做底 就是我已经走完 美国在这里 他还可以走 但几深就不知 各个不同 始终它的pattern有些影响 有些分别 始终他是可能 也是金融经济中心 他多一点强一点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件事 我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目前最少 它只要跌多10% 我说DOWN要到$29,000 如果是SPX的话,我想要去到4,000边 到时买不买呢?到时再去看 因为他们也很靠大股 大股如果到时人们都会走 难以期望他们上去 而恒指那边,今天就不想说太长 因为大家要拍会员片 会员片比较长,就是说5月份的选股 4月份的选股,早几天的视频也有提及更新 看起来有些开始就复苏了,也不错 我们买中兴都说可以,样子都像样子 我喜欢这些股是怎样呢? 他本身有自己走一个trend 然后出一个大消息出来,也对他不是很大影响 不影响跌,也不影响升 他自己走回自己 接下来,他就没那么困难 我认为是这样 当然,有另一个解读就是 大家都升,你不升 那就很麻烦 那些所谓麻烦的应该是在 你是跌着,大家都升,你不升 那些就麻烦了 那些就非常麻烦 其实,狗毛狗这些 一直都说炒波幅 我们没有去跟着炒 拍一支筷子,多好炒 不是说笑的 13个多炒到17个多 4元2成多 两支针打下来 量没有扩大 起码和这一堆比,它没有扩大 它不至于缩量 但是,这些人像是收了一些东西 那些人 打到上去就要平这个位 这个一定是吹嘘 不是吹嘘 就是跟着市场 跟着市场 昨天上升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说放松 各样东西都放松 有利于这些 我都说,飲食股是 疫情下首选 会员片已经说过 会员片已经说过 它会不会跌下来 都跌下来 守着20天线 那就买了 就追上去 就这么简单 你想想,我18.9元 一直停下来 我没有扩过 下去10元我也没有扩过 不过自己没有加 当时也没有去做 其实这个位置 10元就不能加了 认真,你哪个超人 每个都说 最低位加得到 那不是我 做不到 13-14元 应该要买 我现在买多一口 一万股 现在就在赚钱了 分两注买 我们经常说 分两注 突破就再买多注 再突破就再买多注 这样 大口做法 明天先在Telegram 早上明天再说 恒指的走势 然后讨论牛虹症的状态 有些估计也会说 有估计也问过我 其实是否 杀牛杀虹这些 科不科学 是真的 其实我在这里说 这个 是不是真的 我只可以说 我们玩那么久 就见那么久 见那么久 也是这样 反过来问 在股市里 有什么是科学的呢 有好像没有 其实都是这样 其实股市本身 是一个充满阴谋论的地方 对不对 跟你反着做 聪明仔斗聪明仔 再斗聪明仔 对不对 你这样做的时候 见到你 你就反过来这样做 你相信就是这样 不然你看什么 看什么期指 看什么期权 那些样子 那些对到的 你更加多东西考虑 找钱带 你也带到的 你钱不多 你就自然难做一点 所以你说 真的找到一个逻辑 给你觉得 很科学 很work 你其实是少知有少 你这样想 就等于找一个完美的人 其实你本身 你找这个问题 就已经不完美了 道理就是这样 其实我某程度上 觉得 只是在某一些理论 大事 在某一些理论上 其实不停地重复 那个状态 不停地重复 不停地重复 然后你就在大概率上 找到它 有一个优越性 或者有一个稍微 多一些次数 然后在一个 倍率和性率之间 吻合 那你就可以找到 稍微优越的地方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当然不是我们散户 经常做的事情 牛熊镇是否有效 当然也不是绝对 因为它里面 是没有时间值这个因素 明白吗? 就是说它可以升一百年 然后跌一百年 才收回牛仔 也叫做完成了 所以大约这样去参考 不是说必然 没有什么是必然的 不过 我们看到它的局势 有这个趋向 或者换个角度 如果我们认为牛熊镇 是一个散户参与 比较多的地方 而我们一直认为 散户入场选择方向的时候 往往 都不能跟大肆同步 散户入场的时候 市场要下跌 散户出场的时候 市场要升 假设是这样的道理 而你又认为牛熊镇 是散户玩得多 即是散户就经常落错注 其实市 自自然跟你走相反的方向 便是合理 之前 你不一定是说 庄家杀牛熊 我刚才说的坊间的街头智慧 是吧 稍后会入场 你就要沽了 这些是说了二百年了 你没理由 这个你不接受 但你经常说的 又是同时不接受的 是吧 不行的 所以你用这样的解读 去解读 也未尝不是一个方案 而这一刻 也有一个不太好的情况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仔仍是相当下跌的 还未穿顶 今天就供了顶 还未供穿 希望出这个样子 会掉下来 不知道会不会 但仍在约定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会员片 稍后会上 各位会员 记得自己留意 Patreon会员也是 好了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小键 选择全部 分享我的影片 和赞一下我 如果想参加我们的 Telegram Group 想看我们的Patreon 会员影片 或者YouTube 会员影片 就参加我们的Patreon 或者是YouTube 如果你参加YouTube 就去Facebook inbox 告诉我 你参加了 我就会拉你进去的Telegram Group 如果是Patreon 的话 Patreon会发送电邮给你 你点击那条链 就会去到Telegram 你去PM我就可以了 收费就80元 不太贵 自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 Hello 各位各位 大家好 真人的Patreon 终于上线了 未来我们的会员影片 独家片 独家分析片 十分钟教学 十分钟分析 以及会员仓 我们都会放在Patreon里面 以后大家可以去Patreon 那里看 YouTube 我们慢慢就会Facebook 而这条影片主要是教大家 如何在Patreon找到我们 首先就是上去Patreon.com 然后打入我们的张三封真人 这里就会显示到我们的专业名字 然后呢 你就点击进去 那就会进入了我们的页面里面 到页面里面之后 你就会见到 这里有三个会员等级的 首先第一个会员等级 就是最基本的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独家片 所有的会员片 所有的会员片 即人仓 而第二个等级 就是Telegram Telegram的Member 这个可以进入我们的TG群 可以平时和我们交流 还有每天可以收到我早上的一个早晨明灯的一个播cast 然后另外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一个课程的会员 但这个暂时就未开放的 所以那个价钱我设得很贵很贵的 大家就千万不要搞错了 因为我都没办法退签给你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搞错 这个将会是未来 根据我们尝试开课程的时候 才会参加的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片 再介绍给大家 所以暂时就不需要去担心着 好了 去到下一步 那你就会首先需要自己有一个Patreon的账号 或者登入自己的账号 然后当你登入完毕之后 或者申请完毕之后 你按OK 那你就会登进去 登进去之后 你就会需要选择 究竟用什么付款的方式 可以用credit card 可以用PayPal 如果有credit card 就用credit card 没有credit card 可以尝试用PayPal PayPal也可以尝试申请 另外 如果你成功了之后 如果你是Telegram Group的会员的话 你就会收到一封电邮 这封电邮就会有一条连续 那条连续 你按下去 它就会在Telegram那里 传了个讯息给我 就会告诉我 我可以加你 然后我加你的时候 你慢慢同时 都将你的Patreon ID 和你的付款之头 都传给我 我核实了之后 48个小时之内 我就会将你加入Group 里面的了 如果你是补党会员的话 你都会收到一封 欢迎的电邮 当你收到这封电邮的时候 你就会证明 你已经收到成功了 加入了我们的Patreon 好了 多谢大家 记得可以的话 就去Patreon那里 加入做我们的会员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